台东南亿乡南岛部落迁移中华电信基地台 因土地争议延宕一年多 无法处理 加上最近非遗迹 部落族人出海补移无法联系 担心海上船只故障跟逐人安危 因此南岛村长跟多位部落族人 日前前往南亿乡公所关切 基地台迁移进度 老实说真的是没有 我们的就是基地台以后 你手机的部分 那我们是海洋民族 那假如说 一个船子在那边 突然有一些故障 船子故障 他怎么去联络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加上不少人来到南亿观光 民宿业者也因为通信不良 经营受到影响 就有基地台坐落在廊岛部落上方 原有的村办公处屋顶 但因为朱旗已经到了 因此造成这段期间 南岛通信中断 公所回应 土地部分已经完成手续 就等中华电信申请承租 土地变更的部分 在去年的6月就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就是等中华电信 提出土地的承租案件申请 那通过以后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签约了 签约他们就可以开始动工了 中华电信基地台一日不处理 将造成廊岛部落主人生活不变 他们希望尽早设置 解决通信中断问题 接着夏曼尼克大圣台东来采访报导 稍后 好